人人姐范世纲一顿不吃鹅的慌 哈喽大家好我胖子阿千 我是老胖 今天在昌州啊能吃到东北菜 姜大午咱们必须尝一尝 给老板上一个上 看啊峰哥在前面啊 峰哥走道都在好 哈哈哈哈 一二一 呵呵呵 还热门门的好 太有食欲了啊 哇 没吃呢我就已经迫 迫不及待了啊 阿拉伯已经躺过来了 馋了 哈哈哈哈 我一开始以为肉味很少 其实不会 嗯 肉还可以 非常的香 嗯 嗯 嗯 安心 三肚子开口 老姐们怎么样看一看啊 哈喽不哈喽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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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形哈喽 牛不牛 嗯 没跟我说了 哈哈 嗯 嗯 真说 我的妈呀太香了 嗯 不比都没做的差啊这个啊 哈喽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啊 今天生哥 帮我们来 今天帮我们来吃一个酱大股 我看一下啊 这是酱大股 这个是椒盐的 咱们不像他们那么那么美碗啊 咱照就完了 在厦门有个大方圆 就是喽 但是一直找不到 日子的酱大股 今天就来这边吃了 来上一下 我以前来这里吃 他们也不太听 这味道太太嫩了 今天我们是太嫩了 哈哈哈哈 你看我 我兄弟啊 不好意思啊 我的兄弟就是照 你看这个骨髓 来看这个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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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必须给老板上一课啊 嗯 他家的骨头啊 不单有酱的 还有椒盐的 咱们来个椒盐的尝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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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爽 嗯 嗯 嗯 我发现自然的吃完了 椒盐的 椒盐的 椒盐的吃完了 你拿两人 放完呢 我发现一吃大骨头怎么话语都少了 太好吃了 还有空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还有那个鸭骨 肉蛮多的哈 尤其是这个半骨啊 这骨骨 我去拿点椒盐的 我去老姐们来敬你们一杯啊 先敬你们你们先喝 嗯 嗯 嗯 太爽了啊 爽 这是鸡骨啊 这鸡骨的肉啊 不会柴 真香 真香 真香啊 尤其这个骨膜啊 还有这个骨髓油 这一位是多少 六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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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十几 我这也太熬肉了 好了 真的 那下面就要一根骨头出卖了十几块钱 六十 六十几块钱的租路才不是 六十几元的租路啊 真的便宜 我们大半之前就吃的都是七八块钱一根 一根 就这一根 他比这个会大一点 那都够了 那七八不要一千块 哈哈哈哈 哪里敢吃 咱们四个的话不得一千呢 一千不够 不要大一点 七个五六个就差不多 肉非常多 所以说我很想说下门开一下就更好 最主要是味道 我想吃椒盐的 我马上吃 我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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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过瘾了 我去 这里的生意火爆 这个蒜有点甜 不是那种的 有腌糖 它都腌糖 中北好多 我吃的太满菜了 在谷刘三十几一斤 这个六十几个将辣人 我说你们不带水泡了不行啊 照就完了 吃凉菜解解地 可以 可以 我的妈呀太香了 这个大牛 我记住吗 就真的是 好酥 好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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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